走速后 小镇和的病情急剧恶化 眼看着孩子的生命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此时守着监护室门外的高雄飞 沉默不语 她在反复琢磨着魅惑的话 许久许久 这个男人抬起了头 眼里一片坚决 他告诉一声 他决定 捐献儿子的眼角膜 怨力不可能没有去思想 但是家长都没有想到有这么一点 没想到这么远 没有想到为别人带着一线的光影 捐献的音乐非常坚决 讲话没有任何容易 就连眼库的工作人员 也很难想象 一个刚刚当伤父亲 又即将失去儿子的男人 在最伤痛的时候 会做出这样的抉择 而那个准备捐献角膜的孩子 出生才仅仅五天呢 这可是目前为止 最小的志愿者了 一般来讲 捐献者可能是家里的长辈 他已经运动很长时间了 捐献的过程会比较的平和 这个孩子出生才几天啊 就是这个为人父母的这种喜悦 都还没有过去啊 他的父亲居然能够这么冷静 做出这样的一个决 医生说刚出生的小孩 眼角膜的质力比较软 也比较薄 虽然不适合做完整的角膜移植 但是对于角膜穿孔的病人 那还是可以以备急需的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捐献角膜 他得摘取眼球 再用一眼恢复原来眼部的外观 那您想想 普天下的孩子 有一个算一个 打落地那天起 他就是父母的心头肉 命根子啊 眼阔的工作人员 一脸疑惑地看着高雄飞 作为孩子的亲爹 你真的想好了吗 你舍得吗 他说只有生过病的人 才知道生病的痛苦 他说我把角膜捐出来 把别人眼睛治好了 就可以让别人不痛苦了 所以我想捐 其实还有比这更重要的理由 高雄飞并没有说出来 在他看来 捐了孩子的眼角膜 也就是找到了一种 能够让小镇和的生命 延续下去的方式 这是一个绝望的父亲 为了要留住儿子 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 此时生命垂危的小镇和 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 他并不知道父亲 心中那些纠结和痛苦 心生而外科室 无陪护病房 自从进了这里 小镇和就再也没见过霸佬 而这一天 护士长特意破例 把孩子抱出来 让父亲见最后一遍 他一场都死不得了 就是这孩子 高雄飞情不自禁地 拿出了手机 给小镇和拍了一张照片 孩子那双呼善着的大眼睛 突然刺痛了高雄飞的心 这就是他们父子俩的最后一面了吗 这双明亮的眼睛就要熄灭了吗 此时除了这份生离死别的痛苦 还有一份深深的不安 搁在高雄飞的心里 其实捐献脚膜这事 是他瞒着妻子 一个人做出的决定 当初孩儿他娘 江桂云可嘱咐过 不管怎样 你得把孩子给我带回来 可现在 他要捐献儿子的脚膜 这话 该怎么对一个 即将失去孩子的母亲 自己的爱人解释呢 说了之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 他不敢想象